好,故事一開始我們就聽到很歡樂的背景音樂 沒想到我們這邊 運動公園現在也加裝了 直接的行動KTV 各位如果好朋友要來 運動公園206號包廂 歡迎各位一起來插播點歌 先幫我點一碗牛肉麵 這裡不是錢櫃是不是 好,走了 今天好天氣就三隻一起出來玩 今天也是有蠻多朋友來找他們一起玩的 現在這個背景音樂真的好歡樂喔 記得幫我點牛肉麵阿 走走走 各位有沒有發現他們 現在也沒有這麼仔細看 也看不到 有沒有發現他們今天換了新的項圈 蠻可愛的齁 來,攪攪攪,攪攪看一下 這個項圈是用編的喔 這個是粉絲送他們的 自己編的耶 很厲害耶 超厲害的 手好巧喔 唉唷唷唷唷 大大明明是最娘的粉紅色啦 我們大大一直都很適合粉紅色 阿多多是藍色的 好想過去唱歌喔 很HIGH的耶 在旁邊再烤個肉 完美 如果有興趣要來唱歌的 玉井運動公園206號包廂 在那邊喔 走,快點 我們繼續逛吧 啊不是說鳳梯要來啊 不看鳳梯啊 要看這天氣更好 我還以為颱風要來耶 因為我太久沒有看新聞 大概只有聽說 之前有聽說什麼颱風要來而已 那我想說颱風來了那怎麼辦 不能家裡沒東西吃啊 所以我就很緊張 未雨綢繆的上網去訂了幾隻大雜蟹 對,就是為了想要預防颱風 結果 天氣那麼好 好,算了,天氣好也是要吃大雜蟹 只是還沒有寄來 我等很久了都還沒到 走啦,別在那邊 三條吐司在樹下不知道幹嘛 快點快點 這個雖然是已經入秋了 但是是有點 天氣還是有點變態喔 現在都已經十月多了 你看我還在穿吊軋 而且都已經曬出有比基尼線的吊軋 這種天氣真的太熱了 晚上有一點涼但是也不至於到冷 但是覺得有點怪怪的天氣 平常以往我記得好像是十月多 就開始已經很涼了很冷了 結果現在也完全沒有 熱得要命 喔,平東下雨了喔 唉唷,那個 台南這邊呢 我一直在等待下雨 一直以為今天會下雨 那又沒有 結果沒有 對啊,很可惜 我想說下雨可能會涼一點 那等於 現在時間過蠻快的 現在是十月幾號 現在好像十月 十月中了對不對 十月中之後 哇,那再過半個月 我跟大大就要去台北了 大大的見面會就要開始了 我最近每天都 只要大大黏我的時候 我都會問他說 你會不會緊張 他完全沒有感覺 對 那 我們的鄉下小狗呢 要去見一見大都市的那個了 走了 大大 想說到時候如果提前一天 帶大大去台北 想要帶他去大安森林公園 瘋狂的跑步 不知道他會不會習慣 蛤? 他應該照理說 應該也是每一棵樹都打卡 阿彩不在這個公園喔 就是 我常常會帶他們來逛很多 我們預警有很多公園 然後阿彩是在其中一個公園 不是在這一個公園 所以 我們只要來這個公園 你絕對看不到阿彩 嘿 只有到另外一個公園 才會看得到 走了 走了 今天我忘記帶他們的那個咬咬棒來 所以等一下他們兩隻呢 可能 勢必又是要 咬 那一隻 那一隻 加四的樹枝 走囉 走囉 你看多多的藍色 大大是粉紅色的 很Cue喔 小小的啦 阿彩舅舅 你看舅舅 他還在遠方壓車耶 來 多多多 來 讓人家看一下你藍色的 多多的是藍色 你看這編得多漂亮 高水甲 唉唷帥捏齁 大大的看鳥 大大是粉紅色的 而且人有發現多多比大大長一號 欸欸欸 哈哈 尿尿在多多頭上 小小子 阿不要一直聞彼此的尿了啦 有什麼好聞的 來 來娘炮大大 看看 唉唷唉唷你踢多多的臉 哈哈哈哈 哈哈 來來來 小小子哩 小小子哩 哎唷 那小子的就很帥 你看紅黃紅黃的 帥咧 走 走了走了 走啦 一百元在榜油 現在在這一邊呢 還是可以看到遠方那個梁亭正在唱歌的盛況 感覺還蠻熱鬧的 有聽到齁三年二班 莊智成齁 聽到廣播請到導師室 這一定是不知道做什麼事情 要不要講下去處理 好 走吧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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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喔 我早就買 全部只有多多的跑步是最正常的 大大O型腿 九九是慢動作 只有多多的 所有一切是正常的 哈哈哈 差不多到了他們的遊樂 遊樂草地了 就是簡稱 哭鬧天地的小草地 快點快點 來玩樹枝了 哈哈哈 這O型腿就糟糕了 快點快點 各位 相信大家辛苦了一整天 就是在等這一個療癒的畫面 沒錯 就是兩隻一隻一把樹枝咬回來的畫面 這個畫面其實是連我自己看都覺得很療癒的 而且你看今天這一根居然還在耶 而且它還在充電 看來是充飽了吧 唉唷 兩隻都準備好了 多多 我告訴你 那一邊在唱歌 你不要輸給人家 我知道你等一下會瘋狂的亂叫 好好好 已經在亂叫了是不是 好準備 1 2 去吧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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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啦一半啦一半啦 好等一下等一下 欸 欸 多多你要贏過他們嗎 你的聲音要贏過他們嗎 蛤 你看人 哈哈 哼哼 哼哼 哼哼你真的有告訴我 你剛剛有看到嗎 他還把他樹皮啃下來 還噴到旁邊 吃冰狼喔 唉唷 多多你看 多多不要輸給他們 那邊在唱歌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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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繼續 繼續高歌 阿大大還我 還我還我 好等一下 等一下 好了準備喔 準備喔 我都吹暖了你看 來 一一 唉唷 阿肥來了 他們的狗朋友阿肥來了 我們看到囉 唉唷 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 等等 唉唷 你不要樹枝嗎 1 2 去吧 唉唷 咬到了嗎 走到了 哈哈哈 耶 過來 唉唷 唉唷 阿樹枝就給我噴到中 哈哈 阿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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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了 快點去找 你們阿肥斯特 哈哈 好 好 好 阿你沒有找 你狗狗不要 不要玩嗎 喔你沒有玩樹枝喔 好來 再來一次喔 1 2 唉唷我還沒丟啦 過來 1 2 2 去吧 好 搶劫咬回來快點 快點 一起一起 一起啦 不對兵啦 哈哈 哈哈 沒有人這裡咬 對 這一面才對 這一面才對 好棒好棒 唉唷好棒 給我 給我給我 兩隻都咬著我怎麼放 好 好 來 開這個 唉唷 不要玩嗎 好了 等一下 準備 1 多多 多多 不可以偷跑 來 1 2 去吧 哪裡哪裡 快點 一起一起 一起 哈哈 一起啦 不同邊 哈哈 哈哈哈哈哈 唉唷 好啦好啦 好啦好啦 好棒 還牆過 快點 唱歌把它拼過去 那邊在唱歌 不要輸給他們 啊 大家還我 大家還我 來 再一次喔 準備 1 要咬尾巴 兩隻都有咬尾巴嗎 喔有 很好 欸欸欸欸欸 我還沒彈 呵呵 好,丟那邊 去吧 來喔來喔 欸我多多沒找到 當大搶到了 一起一起 欸,人家要去哪裡 欸,小孩子在把我扯在那裡 素姿勒 素姿給我 遠方已經在男女合唱了 這聽起來感覺用情自身喔 哇 欸嘿嘿 就就 這邊是在伴舞的 他們現在舞群正在伴舞 素姿咬給我 素姿 給我 素姿咬回來快點 素姿勒 素姿勒 你噴在腿 對,你都吐在那邊而已 咬給我快點 素姿 對對對,回來回來 唉唷,大大好棒喔 唉唷,你聽好素姿給我嗎 唉唷,大大好棒 來,給我 欸,你放就我放一半而已 哈哈 你也對阿 你看多多都看不下去了 你要放過來我這邊 對不對齁 阿不然你去跟那邊男女合唱好不好 蛤,不要 為什麼 蛤,你比較好聽 阿對啦,也是啦 你是李榮浩嘛對不對 阿金寶咧 金寶,你有要唱嗎 還是在那邊表演一下武功特技 蛤 等等 好了,不要玩了好不好 不要玩了好不好 還給我 還給我 最後一次喔 這是最後一次囉 好 給我一個熱情的屁股 好不好 熱情的 哇 都沒人要搖啦 這樣啦 好 去吧 一起一起,快點 哇,怎麼找不到 哪裡 哇,走得對阿 哈哈 樹枝咧 等一下,樹枝咧 哪邊 哪邊 樹枝在哪 快點 快點 快點,撿完我們去那邊聽人家唱歌 蛤 這麼韓嗎,你嘴嗎 他有可能 我樹枝丟到哪裡 蛤 我沒有丟那麼遠阿 我剛剛明明丟在這裡而已阿 哪裡哪裡 快點 快點 一起找一起找 我陪你們一起找 快點,你們有鼻子阿 你們不是有很厲害的鼻子嗎 蛤 真的咧,樹枝 阿阿阿阿,我看到了 他明明就在這裡 欸,你看 你就比較閉嘴 阿,在這裡你說沒有 好好好 好好 好啦,我知道 好啦,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好啦,不要玩了 不要玩了 不要 好啦,走走走 我們結束 結束玩樹枝的行程了 我們現在要過去聽人家唱歌了 我剛剛點的牛肉麵應該來了 快點 蛤 這是 獄錦 獄錦的運動公園KTV包廂 206號包廂 等一下在那邊 好 好 然後我們數字還是 慣例拿回來充電 然後這個是我的數學老師 對 老師好 呵 對,他真的忘記我了 他應該只是覺得我是一個莫名其妙 每天 都在他運動的時候拿著 一台手機在那邊錄影自言自語的一個怪人而已 但是 老師我要告訴你 我 國中的時候真的是 看外面不是看小娘 我真的是看狗狗在那邊交配 好 這個故事呢之前已經有跟各位分享過了 就不便在戲聊了 好 走 走 快點 我們要聽歌了 走走走走走走 那邊唱得如火如茶 喔 如火如荼 那個是唸圖 好 好 走 用情之聲 對 數學老師 相信大家 常常看的都 還記得我們的數學老師 呵呵 對 那 後來加入的朋友 我再重新講一次以前的故事 以前我國中在上數學課的時候 我因為我坐在窗戶邊 然後二樓 所以我在看樓下合作社門口 有兩隻狗在交配 然後突然間就一個粉筆朝我這邊丟過來 然後我就轉頭過去看我們那個數學老師呢 他就很生氣的看著我 然後就很不屑的跟我講說 上課不上課 你還在看小鳥飛 所以那時候我就很受傷 因為我覺得我被誤會 所以 過了這十幾二十年以後 其實上一次的直播 我有在他的背後 在直播裡面跟他吐露我多年來的 的那個心聲喔 就是 其實老師我真的不是在看小鳥飛 所以我只是在看兩隻狗在交配 你誤會我了 好了 故事又重新再講一次 OK 走 他們兩個真的唱得有夠認真的耶 而且 剛剛一開始就看他們兩個在那邊安裝 我想說那個是要幹嘛 結果他們兩個就在那裡唱起歌來了 好想插播喔 走 走吧 走了 今天 我這樣走一圈 我也是莫名其妙的被蚊子叮了全身 都是 來聽歌喔 快點 走 好聽好聽 來賓請掌聲鼓勵 我現在拍手都會那個 好High喔 這個也是一個蠻不錯的方式 其實我覺得我可以借鏡一下 因為 因為齁 之後如果說不知道帶老婆去哪裡玩 或者是 在鄉下沒什麼休閒娛樂 就去租一台 KTV 然後找一個人煙稀少的那個 公園 在那邊唱歌 其實也是蠻不錯的約會 彼此在唱彼此的情歌 唱給彼此聽那種感覺 哇 好感動喔 我現在想起來我自己都起雞皮疙瘩 我覺得我老婆一定會感動 對 好了 好 那差不多囉 我們差不多要回家了 好 感謝各位的收看 走啦 Yana OK 掰掰 對喔我的牛肉麵 我的牛肉麵快被吃完了